这个块头和马东西差不多的校爸是整个学校最强的存在 走在走廊上其他人必须乖乖让道 而为首的校爸站着自己是市长的儿子 就连校长都不敢招惹他 同学们都唯恐避之不及 可偏偏这个瘦小且一拳一拐的男孩不服 校爸们气势汹汹的走向男生 老大发现这人是个瘸子根本不屑于动手 校爸要求阿俊下课后到食堂仓库接挑战书 说完便要转身离开 然而男孩却不屑的表示 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要听他的话 而这句话直接挑战起了校爸的权威 二话没说就上前把男孩高高举起 随即撞破了玻璃 可狠地将他摔倒在地 同学们被吓得大声尖叫 然而这还不算完 校爸仅用一只手就将男孩拽起 准备给他来一顿拳头 但他们并不知道 眼睛的弱鸡绝对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 就算是校爸的市长父亲来也没用 因为男孩的爷爷就连总统都得给他面子 男孩突然发起了反击 不仅单手将校爸的手从衣领上扳开 还将他的手腕掰弯180度 校爸疼得嗷嗷脚 本能的使用左手勾拳 结果被阿俊一记猛拳 再加上一记顺风踢将他踢晕在地 一名小弟见证 胆战心惊地走上前 还没出拳就被男孩一记重拳 直接KO 同学们瞬间惊呆了 老大见证 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狂躁 挥舞着拳头冲向男孩 男孩躲过拳头 迅速还击对方一个耳光 老大瞬间懵了 这有下面子丢大了 又硬着头皮朝着男孩挥舞过去 阿俊冲过去狠狠又是挤巴掌 老大依然不肯罢休 又冲了过去 结果男孩一根旋风踢 踢得老大跪倒在地 小弟们都愣住了 男孩警告他们 以后再也不许向同学收取保护费 就你们这点实力 谁保护谁啊 随后 小弟们带着受伤倒地的校爸 屁颠屁颠地离开了 同学们像过年一样的欢呼雀跃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 到了晚上 小爸直接绑架了阿俊的两名同学 逼迫阿俊前往食堂仓库 他们则严阵以待 势必要让他付出代价 阿俊看着被打得隐隐一息的同学 复仇的怒火顿时充满全身 随即召唤出了领域 爆发出了超强的战斗力 对着小爸们一顿输出 有的被打得酷爹喊鸟 有的被打断了胳膊进了骨科医院 接着阿俊就将始作俑者 市长的儿子打得头破血流 随时的阿俊就如同一头复仇的猛虎 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就被他即将打开杀戒时 飞魔大叔及时赶到 立刻对他进行了制止 然而市长的儿子被人打成重伤 市长岂能善罢甘休 得知消息的市长 立马带着夫人前往学校 当面质问老师 在家我都舍不得打他 究竟是谁把他打成了猪头 老师马上向市长鞠躬道歉 而阿俊不想让老师为难 一人做事一人当 当即承认自己一人所为 然而众人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敢相信眼前这又瘦弱的男生 竟然能将一群笑霸打趴下 市长要求必须要加重处罚 马上问阿俊的父母在哪 老师说这孩子没有父母 监护人是他的爷爷 而爷爷的电话也打不通 另一边 一个老爷子开着劳斯莱斯 正在加速的赶往学校 市长夫人气炸了 说阿俊是一个没有父母教养的爷小子 市长更是变本加厉 他告诉阿俊 即使他爷爷给他下跪 他也不会接受 阿俊试图辩解道 是校爸们欺负了自己的朋友在先 不料市长根本听不进去 登记给了阿俊一拳 老师慌忙的上前劝阻 市长依旧不依不饶 并声称要将阿俊送往学校 做梦都不要想着和解 还骂他是乞丐 然而就使阿俊的爷爷 昂首挺胸的走进了学校 还质问对方谁是乞丐呢 资产都不到一万个亿的人 怎么能说别人是乞丐 他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阿俊是为了拯救 被校爸殴打的朋友们 所做出的这一只举 说完就将证据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在场的所有人瞬间愣住了 老爷子要求警察局 立刻收缴犯罪证据 并对指纹一一比对 以杀人未遂的剧名 将所有的校爸拘捕归案 市长这个时 仍然不知悔改 至高气昂 老爷子以牙还牙 当即给市长一拳 市长被打倒在地 这时 现场的一名警察 认出了老爷子的身份 原来他是物流商会的崔会长 全国50大富豪之一 最高领导见到他 都要礼让三分 老师眼见双方都惹不起 试图却说双方道歉 罢首言和 不料老爷子要求全面搜查 那些欺凌学生的小混混们 走策罚程序 市长等人哑口无言 经过了这件事后 校爸以后 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随后 老爷子还贴心的 将阿俊送到了 爷爷奶奶的家中 三人相拥而弃 阿俊11岁的时候 遭遇了一场离奇的车祸 父母双亡 只有他一人幸存 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阿俊决定 利用驱魔人的身份 查清父母被害的真相 在女同事的帮助下 两人通过记忆隧道 穿越到阿俊11岁时 发生车祸的难忘时刻 父亲驾车刚到了十字路口 突然一辆大卡车袭来 四驾车直接变了形 阿俊跪倒在地 爬向四驾车 却发现妈妈用自己的身体 护住了儿时的自己 无论他如何呼喊 都无济于事 女驱魔人尚且安慰阿俊 并告诫他 不能触碰任何东西 这时一个男人 快步走向了四驾车 当场确认夫妇俩死亡 随后恶魔快步的 走向四驾车 吸附了阿俊父母的灵魂 而天堂这一边 也发现阿俊的父母 并没有到达天堂 而是在九泉外徘徊 原来这并不是一场 简单的交通事故 而是一场谋杀 然而就在女驱魔人 走到恶魔眼前 确认身份时 不料恶魔魔法超出想象 竟然能够看见女驱魔人 女驱魔人倍感震撼 背下了贪坐在地 而阿俊冲了过去 狠狠地将他击倒 两人在过去与现实之间 展开了多轮激战 卡车试图撞向他们 危机时刻 女驱魔人不得不带着阿俊 从七一隧道中穿越回来 反回了驱魔人中心 众人商议决定摆出 阵魔领域降服这个三级恶魔 恶魔刚刚走出了孤儿院 阿俊大步地走向恶魔 恶魔刚开始和下巴一样 以为他不堪一击 不料没一会儿 众人齐心协力地释放魔法 巨大的降魔圈逐步形成 瞬间笼罩了恶魔 男恶魔双手捂住了耳朵 痛苦掌扎 女恶魔直接倒地不起 阿俊随即走向男恶魔 一拳一脚就将男恶魔打倒在地 准备结束这一切 正当阿俊上前准备结果了男恶魔时 一个女孩突然上前推倒了阿俊 并抱住阿俊的大腿 请求她放过男恶魔一回 原来男恶魔是一位雇佣杀手 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 依靠着杀人越祸养育孤儿院的孤儿们 这也是男恶魔七年前 没有杀掉小阿俊的原因 此后男恶魔自知无法逃脱 便举枪结果了自己 但男恶魔的邪灵却飘向远方 随后竟然附身到了另一个恶魔身上 而且两个恶魔的魔力 共上了一层楼 正反派的决战 正式拉开了帷幕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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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和同事们经过了一番苦战 最后成功的制服了恶魔 不料恶魔竟然绑架了阿俊的爷爷奶奶 并用四驾车载着他们走到了十字路口 恰巧一辆卡车奔袭而来 父母的悲剧似乎又要重演 其他驱魔人见状马上冲了过去 使出了浑身解数 一边阻拦卡车一边控制住卡车 就在阿俊全力解决男恶魔时 恶魔竟然变成了母亲的模样 阿俊看着眼前的母亲立马动了侧影之心 这时婆婆赶紧提醒阿俊 她看到的是幻觉 阿俊立马清醒 使出了全身的法力彻底封印了恶魔 将她打回原形 阿俊也泪倒在地 不仅成功救下了上载人士的爷爷奶奶 还终于将父母送往天堂 父母见到女上帝 马上向对方问道坐在后座的儿子阿俊 女上帝却说是这位小伙救了他们 而阿俊看着近在咫尺 远在天堂的父母不知该如何表达 正当两人走向天堂时 母亲不停地回头看 她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阿俊 终于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 她认出了 这就是她的儿子阿俊 不管自己的儿子模样如何变化 她都认出来了 三人相拥而泣 在阿俊的帮助下 父母在天堂与爷爷奶奶做了最后的道别 了却了最后的牵挂 安然离开 这次影片惊奇的传闻到此结束 就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